中音区呢,还有刀和软没有学习 中音的刀和刚刚的低音刀指法不太一样 中音刀是手指按住之后全打开 只剩下左手的食指和右手的小指是中音的刀 我们再看一下低音的软和中音的软的区别 低音的软是抬起来右手的小拇指 中音的软是在软的基础上抬起来这两个手指 右手的小指和左手的食指一起抬起来 这个是中音的软,回顾一下 低音的软是抬起来右手的小指 中音软是在低音软的基础上抬起来左手食指 大家可以看到区别了吧 然后其实一定要记得 虽然指法不一样,但是它就是抬起来手指 我们这个就是中音区的所有的指法了 我中音的米发苏拉西和低音的米发苏拉西是相同的 音高不同而已,指法相同 中音的刀和低音的刀指法不同 中音的软是在低音的软的基础上抬起这个左手的食指 而是我简单的总结 关注我! 绝情不走弯路!